作導演也是有一點無心插流 其實你早期是在照相館那裡 然後後來就是念了設計 然後再慢慢做了影像創作 那剛剛就是欣宏說的這個壁志 這個白鴿 在國際影展上面 也有獲得很大的好評 也有得獎 也有獲得獎金 然後沒想到說拍電影 就是還可以就是賺錢 其實趙導演一直都是用遊籍式的拍法 其實對我們國內的很多導演來說 應該是沒有辦法想像的事情 可不可以幫我們說一下 遊籍式的拍法 他最大的挑戰在哪裡 我覺得最大的挑戰 其實就是在於你拍攝當下 人 地方 事情都不預期 都不是你預期或所能掌控的 然後所以比如說 你本來借了這一棟房子 我們本來借了一家房子 去到的時候 老人跟我們說 抱歉 我十天內都不能借你們了 然後或者是場地去拍攝 我們都沒有那個申請執照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這個東西 就很像一個學生作品 不用申請執照 但是當下就會有警察來 所以你就要裝作你是遊客 然後 但是裝成遊客 並不代表說你拍出來的東西 就是旅遊的東西 所以我講的意思說你在這些很不確定的因素下面 還是要去掌控電影裡面的故事或角色 把它說好 我覺得這一方面挑戰蠻大 這是不確定的因素 所有的東西都不確定 包括演員 臺灣的演員可惜 包括劇組七個人 連我去住在我家 他們全部生病了 病了五天 所以去了十九天 病了五天 看見四天 拍了十天 拍完了 剛剛導演有說就是其實在當地 你會受到黑白良道的關切 是 就是軍隊跟黑道都會來問說 就是你在做什麼 這部分的壓力是很 就是常常會發生的嗎 常常會發生 其實從歸來的人 他也不見得是黑道 本來緬甸 你要拍攝東西 或哪一台攝影機出來拍攝 就需要拍攝許可或執照 那拍攝執照需要去申請劇本 那劇本過了才有拍攝劇照 那我們當然沒有去申請 那也不會申請的過 不是因為題材是什麼 題材就是一般故事 但是因為拍攝的地方 對政府當初來說 他會不想讓這種窮困潦倒的現象 讓別人看到 所以當然不被遵循 那當然拍攝的時候 時常就會有人去報警 情報局 什麼都會來關切 那你就要去解決 你就要去演戲解決 所以到最後導演也是很厲害 也是演員 你就是要演員嗎 比如說我們在那邊拍攝的時候 正在拍攝 人家就來告密 警察就來了 那我就說 好 那我們去警察局派 我們就直接移到警察局 我找警察局 我這邊臺灣的來一批專業的 因為緬甸我們也要改變了 他們來教教導我們的年輕導演 怎麼拍片 那現在需要用馬路 你們請你幫我來封鎖這樣 可是他就真的來封鎖 真的就是如你所願的 但是他的出發點 我覺得我當初心中當然很緊張 但是說還是會有一個拿捏 是我們不是在做壞事 我們就是簡單的只是取一個警 那取警也沒有對任何人造成困擾 也沒有去封什麼 那某個程度上說 就比較沒有心裡面 沒有道德上的障礙 所以我覺得做起來就還好 可惜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 就是為了要演這些角色 還要從頭開始學雲南方演 其實為了要演緬甸人的這個角色 可惜做了很多的嘗試跟努力 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你做演員的一路的歷程 我的話我就是一心對表演很有興趣的那一種臺灣女生 我覺得有趣的一點就是比如說像導演或欣鴻 他們就是在高中的時候一直打工 然後要寄錢回家 但是我是自己在外面打工 就是為了要讓我自己去上很多的課 表演課 舞蹈課 歌唱課 然後大學開始在劇場上課 然後也開始自己去外面征選 參與各個小劇場的演出 然後大概08-09年的時候開始接觸影像的部分 然後跟很多就是拍很多學生製片 然後也跟一些臺灣的新導演拍一些他們當時的一些獨立製作的短片 然後其中一個就是包含趙德英導演這樣 所以在跟他合作一些短片之後 然後他就跟我說你要不要開始學一下雲南話 可能他有計畫之後想要去那邊拍一些東西 所以我大概兩年多前開始跟導演還有辛弘學雲南方言 包含大量的閱讀或者是看一些資料 關於去了解我們臺灣所不熟悉的緬甸的這個部分 然後也有去華新街那邊去跟他們那邊的人聊天 然後了解一下狀況 就等於說在出發前 因為我們其實實際拍攝的時間很短 所以在出發前我必須要完全讓自己就是變成那個狀態 所以就是在臺灣這邊我可以先做的 我就會先很努力的去把它完成 比如說包含出發前三十個月 我自己跑去日曬中心 把自己曬得跟王欣宏一樣黑 我是要求不要去日曬中心去眠眼店 但是時間上 時間來不及了 所以要日曬中心促成 對 我知道我自己的體質可能沒辦法 很快 那麼快曬黑 所以我就是覺得我 我沒關係 為了角色 為了大家到時候不要等我 比如說要補粉或什麼 就我不希望讓大家浪費時間在這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關係 我自己就是先去曬黑這樣 所以除了就是語言之外 這個導演真的是要把你 讓你融入到當地的生活 就是派你去華新街那邊打工 還要再把自己曬黑 對 然後到了緬甸當地了以後 你可能還要再去幫別人帶孩子 就是融入到當地的生活的當中 可惜覺得這種遊籍式的這種拍法 就是對演員的最大的挑戰的地方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對我來講最大的挑戰 反而是表演形式的不同 因為導演的拍法需要非常非常的 演員非常非常的自然 感覺要跟當地的素人一模一樣 然後不能有任何的表演痕跡 對 那對我以前非常習慣 劇場式表演的話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蠻大挑戰 蠻不同的 非常非常不同的表演方式 因為我已經知道了表演方法 我也知道了 我也很有意識的 對於鏡頭擺在哪裡 對 那那個我沒辦法完全拿掉跟不去意識 所以我能做的是我必須花更多的功課 讓自己去有意識的很自然 有意識的自然 對對對對 但是他們還是會知道鏡頭在哪裡 是 所以還是會調整 就是他們就是說像可惜我覺得他就是他就比較精準 但是說我希望就是他很自然的比較精準 所以對他來說我覺得困難點反而是不要太精準 對 比較說自然 自然 對 那他們兩個相反 所謂真正的觸動人心的電影或者是表演 其實真的就是某些時候就是 其實就是讓你自己很誠懇的去理解那個角色 我也想演像那個交付裡面的Michael Corlea 或者像今年台北電影劇那種高中生 我也可以去演 但是說就看你受不受得了 就看觀眾受不受得了 的